哈喽哈喽朋友们 你们梦想中的车库是什么样呢 今天呢是我流浪中国的第七天 然后在大连 在大连呢 那我找的一个好朋友 是曲晋 来看他车你们就会很熟悉了 哈哈哈哈 中国的第一台的DMAX的北极卡车 OK 主要咱们看看梦想中的车库 哇塞 现在这个其实是我 就怎么说呢 很长时间的一个梦想的一个状态 咱们往一走 左边的墙 它是一个斯巴鲁的一个忠实的粉丝 大家能看到左边墙 是他挂的这个斯巴鲁的一个后备压盖 这个应该是BRC的 然后还有大蚊蚁 然后这边呢是排气 包括前面的一个进气格山 哇塞 然后这个是 曲晋在贝加尔湖上面 坐在贝加尔湖的冰面上面去烧水 然后这个是我们一起 横川压游大陆时候拍照片 这个呢是我们一块去奥伊米亚康 哇塞 这个满满的都是爱啊 然后呢这块这边是工具 它工具琳琅满目的真的特别特别的丰富啊 包括上面方向盘啊什么的 所有东西都是非常非常怀念的 然后这边呢是他特别喜欢的这个船 啊喜欢模型的小伙伴们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是还是很带劲的 至少对于我来说我梦想中希望有这么一个车库 然后呢我们看他右边这个墙啊 这个墙是一整个的照片墙 曲晋 来过来说讲讲你这个 你和一神还有斯巴鲁的历史 这个是我买的第一台车 一二年买的一神 当时说实话啊 也没有前面因为我特别喜欢 就改的像EVL的样子 改的还可以 这个车改了之后还做过这个当时 东南那个三菱的那个展车 找了摩托拍的照 哎呦来来来来看看看看大牛 上海有的 这两个都参加过《非诚勿扰》 是吗 是啊 你这选的可以啊 OK 然后14年年末 我就换了斯巴鲁 换了斯巴鲁之后 当时把这个卖了 卖了以后 就很有然的机会啊 就先开斯巴鲁了 开斯巴鲁的话 就是八代 一开始先是一个 从那个青岛里边买 先是开个朋友的这个 绵养 这个很好 这个机器什么都是六速的 然后全都换完了 这个还是个五速的 但是这机舱里面 看到照片都是真实的 我自己也 动手改了这里面 当时是一比一的 就是说实话 有些板子当时不具备行李团也买啊 这都是拿铝 重新窝过的 整个这车底有一张整的 整体铝户板 就跟WRC的是一比一的尺寸的 这张图屁的可以啊 对 屁图这个是 跟那个弄墙的一个人 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 这个小屋都是经过设计的呗 对 这所有的照片都是我把印章要剪的 然后这个到后来 17年 我就又买了第二台自网路 换了这个BRC了 BRC 对 这BRC我见过 这个BRC还去过北京 这个BRC在这儿 这里 这个这个机舱里面 哇塞 这个真的 我觉得这个对斯巴鲁 绝对是真爱啊 我真的爱到一个份上 就是所有的 其实当时我见过这车 就是GDM 对 所有的螺丝 大家能看到吗 小到一颗螺丝 其实都是精心的 修饰过 精心的 然后打磨过的 当时呢 就是想用这种风格 我现在啊 上面的这个walk的圈 我有四套walk 一套raise 全都是这个 最小的是18寸的 有19寸的 还有一套20寸的 全是抛边的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 迪帕风的 GDM那种全 而且 看到墙上的照片啊 像这些国外的车啊 是他们这个网上 转转一般 凡是中国车 都是我本人拍的照片 然后这些 这是我跟我爱人 然后呢 还有后来有个小孩 你看这个是 最早的是第一台 这个斯瓦鲁 孩子刚出生那时候 后来这孩子都长大了 斯瓦鲁也换了 这个 还有就是 后来开始越野了 我还有个丧旅 这是 那时候 还有个丧旅 后来开始越野了 就是改北极卡车了 我是想的是这样 这面墙呢 给这个 就是GDM风格用 然后这面墙呢 给这个 这个这个越野车用 你看这些斯瓦鲁配件 这都是原厂件 挨标什么的 锁标都有 上面的方向盘什么的 这还有这个 你先弄 拿这个 这个 ok 是不是要出门了 我那个背 都得放车上 说实话 你这个头在这个灯下面 特别亮 真的 哈哈哈哈 哎呀 咱们再周围这个小屋 就是我回头 我把这个小屋的位置 发给那个 发到网上 然后你们那个晚上可以 趁着不注意 把这个房子门打开了 之后 上面的一个圈什么的 随便拿 这些螺丝 现在不要客气 我发了 真的 大几千块钱 一点点弄了 这个盒是 所有标号的 四公丁 四公丁 对 哇塞 哇塞 然后啊 这盒完了 这盒 我一开始先买了一个箱子 我很偶然的 他往上有卖这个糕的 先买了那个红的 这是第二个了 嗯 这个是所有标号的这个 尘头螺丝和圆柱形螺丝 而且都是白岗螺丝 所有市面能见的形号 一个不差 哇塞 藏子在这呢 这是我刚花了 我妈的五百多买的螺丝 你能想到这些都是螺丝 五百多人民币 这是什么螺丝啊 哦 这是各种卡扣 嗯 嗯 那下的这个叫拉某这个钉 从这么从四个啊 从最小是六个拉某钉 一直到十二拉某钉 我每样来二十个 我这样问你啊 你要这么多螺丝干嘛用吗 就这喜欢 往这放 后来呢 又把很多螺丝就放到那个什么里面了 放到了那个就是这个车上 当时呢 那个斯巴古用的所有螺丝啊 基本上只要不是滑动机上 这种特别吃劲的啊 我全部都换了 那这个什么白钢垫 到这么小的这个这个螺丝都有 嗯 然后你看这种 这种这个柱头这个啊 是这个是这样的 哦 我知道这个是我在斯巴古上见过 这叫盛头的 这我在边这边见过的 这个柱头正好你看 这个螺丝帽和这个 正好刀矮都不变 哦 我知道这个盛头的 其实这么下 对 它都是这样的 然后 你看这一包 这还有一包 这包是 真的这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这下是最早的了 这个啊 这里还有这个 我给你打开啊 你可以关上这层 下面这个就好了 所有的螺丝垫 这边螺丝垫 什么这个 水箱架 所有的这个 这个都用的差不多了 就是我所有的接头 全部换成铝合金接头了 所有的管签 都是铝合金的 哇塞 这些这些 好喜欢啊 然后这个是 这是最早的第一个箱子 这箱子后来就放一些 更沉的 更内藏的东西了 有些螺丝就是 不太常用了 我现在绑着这两个箱子 一比一都是各样一套 钢丝绳 那抽筋带什么的 咱们出去混中国 这个你也要带着吗 这个基本上就是斯巴古专用 哈哈哈哈 这几个都是那些大号螺丝 还有这个 这个玩车的 都是这个车牌子的 这个这个 我有大概七个省的车牌子 这个帽 哪个省都可以 大概都好用 行 这是螺丝 这个就是 所有的工具都在这 真的 其实我觉得 它这个工具 就挺好的 首先呢 就是基本上都是试达的 在国内试达 是非常好的品牌了 然后 上面大家看到了吗 全都是带几轮的快瓣 像这样的螺丝 两头几轮 两头几轮 哦 哇塞 我还没看到下面还有几轮呢 两头几轮 像这样的这个两头几轮的快瓣 这一套基本上就在好几百块钱 哎呀 我觉得什么时候我能有这样的一个车库 有这么一个车房 就是天天能笑到乐不拢嘴那种感觉啊 然后这里面呢是它的一个货架子 这个货架子 这货架也是木子是吗 自己做的 这是红杉木架子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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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么多酒呢 哈哈哈哈 被我发现酒了 然后上面酒架子下面 哎呦它放各种露营的东西 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梦想中的一个状态啊 然后上面就是它 还有这个呢我们演示一下 这个啊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牛逼东西是吧 这个人不行得靠科技来操 哎呦哦哦 他那个你是用那个卷阳机 就是那小小小脚啊 哎呀你个儿不矮 不是你个儿不高 我个儿不个儿个矮 啊那个那个 我还得 我还带带 没不用了不用了 我知道了 大家看上边是一个卷阳机 电胡萝卜 然后通过这个直接就可以把所有的轮胎 全都吊到二楼去了 哎这个吊你是不是也行啊 这个这个是500公斤1000斤 啊那不要你不要四个你都行啊 这个我用了14的铺拉伯斯 打在这个雪泥墙里面呢 哇塞 其实我真的很羡慕大连的这种生活啊 在北京呢就是所有的这个车库可能都是开放的 大家只有一个位置是停车的嘛 然后你要想拥有这样的一个车库 我们有车位 对我们有车位 你瞧不起我嘛是不是 然后你要想停车的话 你要想有这样的车库你就再买大别野 有了大别野之后呢 你就可以有很大的一个车库 但是在北京大别野那真的是巨贵巨贵的 在大连20万你就可以拥有这么一个车库了 最关键它的车库是东短夏凉 它这个门上有自己的换气 然后有电 还有剩下水 哇塞 这就是喜欢的样子 OK看看这大光头啊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出发 魂中国咯